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满满耳快一点 话开始了啦 周晓晓 说不信 大家好 今天讲的题目是 两只螃蟹跑不掉 不是,兩隻老虎跑得快 不是喔,不是跑得快 是兩隻老虎,兩隻螃蟹跑不掉 我如果各位有去過那一些漁港啊 或者是你有抓過,有沒有抓過螃蟹 以前我們小時候會做那種蟲子啊 然後到那個溪邊去放 放了之後你隔天呢 再去看的時候,裡面就有螃蟹啦 好,你如果但是呢 你去看那個漁民啊 他們放的那個蟲子啊 他只抓到一隻螃蟹的時候 他會把那個蟲子的蓋子蓋起來 但是只要抓到第二隻螃蟹之後呢 他蟲子幾乎都不蓋了 也蓋也可以啦,不蓋也沒關係啦 你知道為什麼嗎? 很奇怪喔 一隻螃蟹呢 他可以很順利的從那個蟲子的口啊 逃出來 但是只要兩隻之後呢 就不用了,為什麼呢? 當有一隻螃蟹往蟲子上面爬的時候呢 第二隻螃蟹就會把 要跑出去蟲子外面的螃蟹給抓下來 踩在下面,他也要往上爬 然後呢,後面的人又把他抓下來呢 讓自己要往上爬 也就是說 所有蟲子裡面呢,只要兩隻螃蟹以上呢 沒有人能夠跑得出來 因為大家呢,互相的自走 互相的拉扯 你拖我,我拖你這樣子 就是大家呢 要死,大家做會死 誰都不可以跑出去 誰都不可以先跑出去 互不相讓 好 這像不像又有黑羊白羊 黑羊白羊 我們從小都聽過這個預言故事有沒有 經過一條獨木橋 黑羊從左邊來 白羊從這個右邊來 結果呢 兩個在橋上面呢 獨木橋上面相遇 你不讓我,我不讓你 大家都不用過 所以呢 螃蟹一樣 你不讓我,我不讓你 互不相讓呢 互不幫忙 所以呢,大家都不用出去 都不用跑 都逃不掉 所以兩隻螃蟹呢 跑不掉 其實 我們人 也不是這樣嗎 我們經常在競爭 不管你是在班上 考試競爭 你到社會上面 到公司裡面 去競爭 當你們互不相讓 絕對互不相讓 大家就當人不讓啊 對不對 我競爭當然怎麼 誰可以讓誰呢 可是呢 大家呢 到了最後 你會發現不擇手段的時候 也沒什麼規矩可言啦 反正放黑函啦 抹黑啦 然後呢 怎麼樣給你沖坑啦 反正只要讓你倒就好了 這樣我就有機會往上爬嗎 真的會是你嗎 把他拉下來之後 能夠跑 坐上那個位置的 一定是你嗎 你確定嗎 其實很多人都不敢確定了 人人有機會 各個沒把握 可是呢 大家可能都會做這種事情 或不相讓 然後打破遊戲規則 其實人類之所以跟動物啊 不太一樣 人類比較高等的智慧 所以 如果你要在職場裡面也好 任何的一個場域裡面 你要能夠呢 競爭 而且呢 大家是在一個公平的競爭 都能夠得到一個你要的一個職位 大家拿出實力來嘛 但是不要破壞規則 當你呢 大家呢 一團亂的時候呢 我告訴你 絕對沒有人能夠可以在這種環境裡面啊 他就呢 會真的就能很順利嗎 我跟你講 上去的人啊 都是被拉下來的 對不對 上去的呢 你後面就 背後呢 就中槍 所以要講這些呢 都是語重心長 因為我都有親身經驗 哈哈哈 好不好 所以 不管 無論如何 動物 我們動物身上 從螃蟹這邊呢 你都可以 你都可以得到一點道理 什麼道理 做人處事的道理 他們不懂 但是呢 我們不是螃蟹 我們懂的 聽我給參考